我們單張的課程只剩下一個CMP 各個Marshal的製程就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下禮拜的影片就會放化學機械研磨 因為到不成為止我們從晶圓支備到清洗製程到加熱製程到電漿製程 離子固執、薄膜成績、石科到金屬化 只剩下一個化學機械研磨 等於是把各個Marshal的工作都介紹完了 我們這裡開始介紹說 要完成一個CMOS的製程技術 整個分類 整個怎麼樣把這些前面所教的各個單張步驟接續在一起 一般一個CMOS的機械研磨至少需要30個光照 數百道 這要再加給數千道製程 數千道製程 很多製程不是 實際上的半導體製程激素 不是只是薄膜成績、黃磅石科 還有更多的步驟在檢測 所謂檢測是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講到CMD的章節 需要薄膜成績 薄膜成績完之後呢 就需要經過一個厚度檢測 要測量說你疊到薄膜的厚度有沒有達到預期 每一道步驟的薄膜成績跟薄膜石科都有檢測站點 都會有檢測站點 檢測站點也屬於製程工序中的一個環節 不能夠 不能夠隨便你想疊了吃了 可是你去不檢查 你的薄膜成績的厚度有沒有準確 你薄膜石科有沒有石科到位 都需要檢測 所以檢測的站點很多 檢測的站點很多 所以林林總總所有的檢測站點 還包含所謂的低倍 缺陷 甚至很多Panel 美國一站高去檢測一個Panel 看微粒的污染數量有沒有變多 因為微粒的數量如果變多 就代表這台機台需要清洗了 它就弄太多的貨 繼續有新的微波過來 可能會有更多的Panel都在上面 那你的良率就會大幅下降 所以機台每過一段時間也需要PM 也就是需要維護 需要重新清洗 避免你的微污染再上升 好 那整個清理電路製造過程的 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叫Front End Offline Front End Offline 就是前段制程 翻譯就叫做前段制程 前段制程主要包含 微波一拿到之後 首先會進行的就是主動區域的形成 Active Area 我們一般簡稱AA區 AA區指的是Active Area 主動區域 主動區域 主動區域的形成 是指Isolation 因為當Isolation做完之後 Isolation跟Isolation之間的地方 就是你原件的主動區域 原件主動區域形成之後呢 接著就要製造出所謂的景區 這個景區指的是 我在Mospat在製造的時候 N型Mospat需要P Subtrain P型Mospat需要N Subtrain 可是我們的基板只有一種 那怎麼辦 就只好額外去景區域的產長 讓N型的Mospat有一個P型的景區 P型的Mospat有一個N型的景區 可以製造 這後面會介紹到 等景區所有的離子不止結束後呢 下一步驟就是要砸擊堆疊結構 也就是Gate跟Gate Gate跟Gate成績完之後呢 就開始要突然化石頭了 形成電晶體的砸擊 然後再用離子不止的基數 去形成圓擊跟極擊 所以前端製程做完之後 所有的參打完成 那就前端製程結束 前端製程就是所有的離子不止 全部都做完 甚至都熱退火 修復完成後 接著要開始進入到金屬化步驟 Metal Online Metal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前面端製程有介紹過 在金屬化程程中介紹過了 在Content的地方 在SoftDread跟Gate的表面的地方呢 因為它最後要接金屬連接線 它就會形成金屬灌道理的金半界面 那理想的金半界面是一個Sharky的二級體特性 那為了要達到非整流特性 我們需要一個熱退火 把它金屬化 所以就會有自我對準的金屬細化物資產 這個我們在金屬化的章節 上禮拜的影片 上上禮拜的影片就有提到 從早期的Titanian 3Ti 後來進步到PoPo CO 3Ti 到現代使用Niko 3Ti 到現在使用Niko 3Ti 然後接著開始密爾 密爾的形成 而我們金屬化的時候講到 密爾的形成是吃完你的洞之後 密爾是用Tonston 但是Tonston的成績 我們在金屬化的步驟講到過 它的原材料是WM6 會產生很多的佛出來 佛會傷絕緣層 會傷二氧化錫 所以你要在CVD屋之前呢 要先把絕緣層保護好 用的是什麼 Ti跟Ti跟Ti Ti是用來附著的 Ti是用來阻擋佛的 阻擋佛的侵蝕的 我們在上禮拜的情況介紹過 等不沉浸完之後呢 接著就會介紹下禮拜的影片 會介紹到的CMP法 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第一層的Metal Online結束了 之後的步驟 甚至為Back End Offline 後段製程 後段製程 嚴格說起來 有很多單位會把 從Metal開始就叫做後段製程 那在這本書裡面 它分三段 前段 金屬 跟後段 但實際上很多地方 直接把Metal 就直接揮類到Back End Offline 不見了會分三種分 後段製程 後段製程 就是為了什麼呢 金屬 連接跟 動畫 所謂動畫就是保護 保護好整個元件 好 以上是傳統CMOS 邏輯電路的製造過程 那如果是Fresh Memory跟D-RAM 會有其他的製造技術 會有其他的需求 因為它的元件結構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既然是機體 機體的電路裡面 會有許多所謂的Wall Line Bin Line 衛原線 跟自圓線 自圓線 就是Wall Line Bin Line 在叫衛原線 自圓跟衛原 他們是一個矩陣結構 如果有學過機體電路的人 或者知道 沒學過的人就算了 你只要知道技術跟合原 他們會有額外的需求 這個是看不同的公司會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們還是鎖定在CMOS的邏輯電路的製造技術 那目前CMOS Wafer Start 從晶圓拿來的時候 一般都會使用100晶面的Wafer 在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在加熱製程的時候跟各位介紹過 介紹過什麼呢 不同的晶圓面 原子密度是不一樣的 原子密度越多 就是說你熱氧化結束後 你出現的懸浮件 出現的缺陷也會比較多 所以一般對於CMOS的人 我希望我的缺陷比較少 會使用100的面 是因為它的原子密度 這個面的原子密度 是比較少的 所以熱氧化形成絕圓層之後 絕圓層跟細晶圓的接面處的斷件 不完美間接會比較少 特性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要高壓原件使用 就會選擇111的面 111的面主要是給高壓原件 大電壓來製作 因為原子密度高 耐的電壓力比較高一點 就是為了耐高壓 為什麼這個 那早期在BLS3的年代呢 電子學過 電路設計主要仰賴的是 就是BJD電影體跟Modspat電影體 這兩種電影體 那一開始最早是BJD稱王 那現在是Modspat無霸 那中間有過渡期呢 就發展出了所謂的 的ByCMOS技術 這在各位目前現在的年代 這是古董 現在幾乎 應該講在一般的 類型電路跟邏輯電路 幾乎不再出現 ByCMOS技術 而BLS3的整個發展技術 從來也現在都沒有在 考慮BJD這個東西了 整個製程技術 就是以Modspat為主體 所以現在從 早期的ByCMOS 到後來的ByCMOS 到現在就是 純用CMOS技術 尤其是為了省電 跟縮小面積 為了省電跟縮小面積 這兩大需求 CMOS完全插打 ByCMOS 完全的大般的ByCMOS 所以ByCMOS現在應該要往哪去 只有它特殊應用的電路 才會取用ByCMOS 一個最簡單的 NMOS 就是你要做出一個NMOS 不要說近點路 做出一個NMOS電晶體 就需要五個微影步驟 所以製造一個電晶體 基本架構的電晶體 傳統電晶體 需要做五個微影步驟 所以如果各位在學校的 研究領域是屬於 要是做MOS電晶體的話 你的黃光步驟至少需要五到 當然學校沒有那麼講究 的話 如果你想要很快可以做出 電晶體可以量 不管特性好不好 最快的做法 五到 這是在我當學生的時候 為了審視 為了減短Lending cycle 我們後來使用一道 MOS電晶體的資深技術 你可以很快的先看一下電晶體的特性 但是 特性覺得不好 但是你可以先比較一下 驗證一下你的想法 怎麼做 後續如果我想到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先把傳統的介紹 正從來講 我們再講邪道 學校正利用這麼爛的環境 如何可以快速的省錢的方式 做出電晶體 就是有旁門做到的 我們現在這裡不講環境之道 我們來講光明大道 傳統一般的MOS配 至少需要五到位置製程 這五到位置製程呢 分別是要形成主動區 形成 炸雞對比 已經有GATE了 要形成出來 它配要有 跟最後的配 需要完成這五個東西 1 2 3 4 4道 主動區 炸雞 金屬 金屬 金屬跟配 OK 其實這兩個可以 如果是學校的話 可以省事的 容易到 所以學校要做的話 四到就可以了 它可以把這兩個 變成同一個 可是如果是機體電路 就沒有辦法 因為機體電路需要 需要連接線 機體電路要連接線的話 在最後配的之前 會有大線的 黃光要做 如果要做成電路 要做成機體電路 就需要有 一個緊急拉線 如果只是單純 一顆電競體的話 四到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這一道 或者是說 應該說這兩道 可以合併成一道 傳統 只要單做電競體 四到黃光就可以 要做成電路 至少五到黃光 這樣子 那 早期的CMOS電路 至少需要搭檔 為什麼需要搭檔呢 因為是CMOS 所謂的C 它是 complementary的意思 就是互補式 什麼叫互補式 電路裡面 同時有N有E 同時有NMOS 跟PMOS 就叫做CMOS 如果各個在做實驗的時候 只單純製作NMOS 或單純製作PMOS 那就是單一的MOSPAY 那你一片微盒上面 同時製作NMOS 跟製作PMOS 那你就等於是製作的CMOS 這件事情 自然是CMOS 要有N有P N型MOSPAY 需要P型的基板 P型MOSPAY 需要N型的基板 那至少用頸區來取代 才會這樣子 那此時呢 N型的SOG 需要N型的光光 P型SOG 需要P的光光 所以在TINKRAN的地方 又需要一個光光 你要同時做N 同時做P 你就會增加許多的離子物質的倒數 因為NMOSPAY 就PMOSPAY 需要的離子物質的種類 是不一樣的 基板類型不同 SOG的類型也不同 那其他的可以共用 比如說主動區的光光可以共用 雜極的光光可以共用 金屬可以共用 尖觸口可以共用 尖觸可以共用 但是唯一不能共用 就是離子物質的時候 餐雜極不能共用光光的 好 好 這是非常早期 非常粗糙 非常難看 不要下心下前的 的MOSPAY的結構 好 這是一個單純的N型MOSPAY NMOSPAY需要一個T型基板 然後呢 它的射罪是N型半導體的參雜 然後呢 有MOS的電容結構 然後射罪參雜完之後呢 有PERSERVATION PSG包覆好之後 開CONTE的洞 CONTE的洞 弄完之後呢 就會有金屬化製成 然後最後這個明鏡帶 把它封起來 用氮化系封起來 當氮化起來 好 這是早期的 單一HMOSPAY 那如果是CMOSPAY呢 我必須同時有NMOSPAY 同時有PMOSPAY 可是基板的種類只有一種 好 我們在拉近那個章節 晶圓製造商就介紹過 晶圓在拉近的過程中 本身就在參雜 晶圓 晶柱拉出來 裡面就已經有參雜 它是N-CP 是多少的路 就已經決定好了 所以晶圓買來 它只會是一種單一種類的基板 比如說我買來的是P型基板 那拿來做MOSPAY的話 它只能做N型MOSPAY 可是我必須還要做P型MOSPAY怎麼辦呢 我就必須要把其中一個區域 先用一種物質參雜 形成一個景區 稱之為WAYER N型半導體的一個景區 稱之為NWAYER NWAYER N型的景區 在N型的景區 背景濃度都換成N型半導體的情況下 才可以在這個區域上面 製作P型MOSPAY 因為P型MOSPAY需要N型的Subtrain 但是我們MOSPAY是P型的 所以要製作P型半導體 就需要給它一個景區 給它一個景區 這個景區的大神 還是要靠三大 靠離子固執 一個CMOS製成技術裡面 離子固執的倒數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一個 一個廠序裡面的離子固執基板 隨隨便便就二三十台 基板以上 因為離子固執大部分都是單片製成 一次大一片 那一盒貨一批貨就二十五遍 各塊有很多批貨 那你如果就只有一台在做 哇那你等到真的是 等到十一台那個iPhone都出不了貨 所以同樣的機台 會買二三十台在那邊 一起裝 好然後呢 CMOS來了 既然CMOS同時製作NMOSPAY跟PMOSPAY 在同樣商圈裡面它需要額外的景區 然後呢 原件跟原件之間又需要ISOLATION 而我們在前面好幾次介紹過 在時刻上也有介紹過 ISOLATION 又分兩種 在.35製程以前用的是LOCOS .25之後用的是STi 而LOCOS跟STi的分件也是一個關鍵製程技術 叫做CMP的發展 化學機械研磨 因為有這種平坦化技術的發展 才可以從LOCOS變到STi 那 LOCOS之所以會被淘汰 就是因為它的表面高低落差太大 它會讓整個晶片表面的高低落差太大 而且它會有鳥嘴 鳥嘴會造成Nerowiz effect 原件物理上會出現一個 鳥嘴有造成的Nerowiz effect 那這也總得詳細一點 然後呢 原件跟原件之間的隔絕 除了使用LOCOS之外 在ISOLATION區域的下方 還會打一個 ISOLATION的離子固域 還會打一個ISOLATION的離子固域 因為這裡是N型半導體 它想要跟旁邊的MOSFET 要斷絕的話 最好這裡打一個P plus increment 為什麼呢 我們之前講過 也沒有講過 原件物理的詐欺 在原件物理的告訴我們什麼呢 PN Junction 基本上任何一端有電位 它都可能會有另外一端的電位 而電位的影響透過什麼呢 是透過控發區 只要在控發區內 就會產生電位的變化量 所以你要讓這裡的原件 跟這裡的原件的電位 盡量不要互相干擾到 你就盡量讓PN接面的控發區 越窄越窄越窄 因為控發區越窄 你電位能夠變化的範圍 就比較窄 就比較窄 那中性區呢 就可以安然無恙 不受到電位的影響 所以呢 通常會打一個很濃的離子固域 來形成什麼呢 很濃的PN交權 讓控發區縮減 使得這裡的控發區 P plus N 控發區主要落在N 而P這邊呢 控發區就會很少 所以這裡的電位 怎樣都不會影響到這邊的電位 所以打離子固域 LOCOS是在物理上形成isolation 打一個離子固域 是在電信上 也可以形成isolation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isolation的increment 在isolation的地方 所有的製程結構 都是為了原件電特性 所有的製程的目的 都是為了原件電特性 電特性才是最後的最終的歸 好 好 那現在所以首先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太了解到到 晶圓的整個機器進入架構中 第一道路盆就是isolation isolation 整個CMOS製造技術當中 第一個遇到的路盒 應該說每一段我們都稱之為路盒 在業界的裡面就是一個路盒 就是要完成整個結構中 你需要好幾道這個步驟才完成它 首先 isolation的發展 可以分為三個區塊 第一個稱之為長氧化成 Fiora 3 這是最早最早的 再來才是所謂的Low-Post階段 以及到現在最新的才是用 STI-8 那Fiora 3 這部分呢 我們在加熱製程的時候也介紹過了 忘記了剛剛 我又在翻影片 好 Fiora 3 是 在學校最常使用的isolation的方法 他做的是什麼呢 他做的是什麼呢 我看一下 看好 你講這個方法 哦 這個 哦 Fiora 3 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整個Weber買來 表面成長一層厚的氧化成 然後呢 要在製作圓件區的地方呢 把氧化成呢 把氧化成呢 石刻掉 石刻掉 就當做isolation 所以它的isolation 只有在上表面做isolation 晶圓下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它的isolation 只在表面的地方 所以 它其實就是 secondisolation 在這裡 然後呢 它成長 一個很厚的氧化成 這個厚的氧化成就稱作為 長氧化成 我們剪弦叫做FOX DOR FOR FOR 長氧化成 叫做長氧化成 然後呢 要再次做電競體的地方呢 把氧化成的石刻掉 石刻掉 把氧化成的石刻掉 露出細表面 就是拿來做電競體的 對 這個地方就可以做一個電競體 這個地方就可以做一個電競體 這樣 所以它的isolation 完全只在 晶圓表面以上方做isolation 做圓晶圓用電競合掘 但是在下面呢 沒有合掘 下面並沒有合掘到 因為它的表面 它的下表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下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只有在上面做isolation 那這種粗糙的做法 主要是在學校在做 學校在做實驗的時候 沒有那麼講究 所以重要是用這種做法 好 所以 早期是用長氧化成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 長氧化成 直接長氧化成 後氧化成 然後呢 把雲件的 主動區的區域的 微壓時刻量就可以了 好 好 那 長氧化成是早期 很 粗糙的做法 目前就是學校在用 那後來就到locos locos 就是四維底元件 通常就是 小於michael等級後 一直到.35製成的時候 就開始 改採用locos 它會取代傳統的長氧化成 也就是課題上面寫的 覆蓋液化成 那覆蓋液化成有很多的 缺點 好 有很多的缺點 那 這些缺點呢 大家可以看看 好 呃 好 然後呢 長氧化成結束後 這個實在結束後 就開始進入到 所謂locos 就變成我的isolation 是上下 都要isolation 那怎麼做呢 之前介紹過很多次 locos的資生技術 locos呢 就是在局部的地方 讓氏晶化 讓氏晶圓氧化 氧化 是會像晶圓下表面 開始氧化下去 氧化 或者會消耗掉 與氏晶圓上面的氏 能源材料 就是氏晶圓 會被消耗掉 那氏化系是用來阻擋氧化的 之前曾經也考過氧化的基礎 的基礎是什麼 是氧跟系 反應的二氧化系後 後續的氧再融入到 表面的二氧化系 融入進去 然後擴散下去 再跑到新的系的表面後 再繼續氧化 所以氧化是一個向下步驟 氧化系是往下 往下發 一直向下面氧化氧化 但是氧化系 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氧化完之後 體積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所以最後氧化出來的 氧化物的表面 會高過於系統的表面 但是下面呢 一直向下氧化 下面也會被氧化到 所以氧化系 是用來阻止氧化的 有氧化系蓋的地方 就不會被氧化 所以 要形成local 長氧化的地方 就要把氧化系給食喝掉 氧化系食喝掉 就可以去氧化它 好 所以呢 就會使用氧化系 但前面就跟各位介紹過 氧化系的層級 會產生很大的浮沫硬力 為了舒緩這個硬力 氧化系的淺深一定會成 薄薄的 秤電源化成 舒緩硬力 所以 平行晶圓裏 裸金 貝爾斯利克 買來 清洗完之後 要成績氧化系之前 先成長 趁電源化成 然後再利用 LPCD 成績氧化系 氧化系 氧化系做完之後呢 要做ISOLATION的地方呢 就使用光照 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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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系 被10顆 要氧化系的地方 就是要 拿來做成LOCALS的地方 所以 氧化系被去除的地方 之後就會氧化成LOCALS 然後呢 所以 10顆完之後 10顆 氧化系之後 再把光阻清洗掉之後呢 前面講過 ISOLATION 不只是LOCALS LOCALS的下面還有 所謂的 高參長 來做 硬性的 PN Junction Isolation 所以 在長氧化成之前 會先把離子不止大 因為 系表在打離子不止容易 當你成長氧化成之後呢 氧化系 主打離子不止的力比較強 而且 你長出來又很厚 如果你是在長氧化成 長出來之後 才打離子不止的話 你的離子不止的能量 就要很大 否則打不出來 就像 這裡 這裡 要形成高參長 他是在 新生LOCALS 兩化之前 就先參大 因為這時候 比較好參長 如果你是在 長完LOCALS的阿載之後 再打離子不止 來形成它的話呢 你要擋的深度 就要很深 而且這個二氧化系 主打離子不止能力比較強 而且在打離子不止 而且在打離子不止 也會消耗掉部分的離子不止 留在二氧化系裡面 那這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呢 在兩化之前 離子不止會先做 離子不止會先餵 所以你會看到 蛋化系十顆掉 露出了 露出了阿載表面之後呢 在長LOCALS之前 我就先離子不止 這個離子不止的 就承認出來 Isolation Imprint Isolation Imprint 所以Isolation Imprint 打下去 不要客氣 打下去 Isolation Imprint 打下去之後呢 接著就是氧化 因為氧化的厚度厚 所以通常會使用VR Dination 也就是氫氣加氧氣 而不會使用乾氧化 前面講過 我說乾氧化品質好 但是厚度很薄 成長速度很慢 所以這種長厚的氧化層 會使用VR Dination 在加入的時候 是指著介紹過 或是VR Dination C式氧化 VR Dination 就會氧化出一個厚的氧化層 然後呢 因為氧化是一個等向性支撐 所以它不只是下面的氧化 連側面都會跟著氧化 就會形成所謂的鳥嘴 BIRTH EAK 鳥嘴結構就會形成 因為氧化會是四面八號的氧化 這樣子 好 氧化完成之後呢 接著去除氧化系 在石刻那個上級介紹過 氧化系怎麼去除 因為是整片剝除的製程 使用的是濕氏石刻 氧化系的濕氏石刻 用的是什麼 熱磷酸 熱磷酸 忘記了回去看石刻的符咒 熱磷酸泡下去 整個氧化系會剝除 氧化系剝除之後呢 上面的氧化系也想要剝除 用什麼呢 用氧化酸 稀釋的氧化酸 就可以再放成薄薄的二氧化系 也就是前面所講的 襯電氧化層 再把襯電氧化層 死掉 只是在死渣的過程中呢 LOCOS也會損壞一點點 但是這個R塞很薄 這個R塞是很薄的 很薄的 氧化酸 就要從BOE一泡 就摟出來 所以這樣子就是 整個Isolation Loop 所以經過這麼多步驟 終於完成了第一個旅程碑 Isolation Loop 整個機體電路的製造過程中 從頭到尾製作當中 它會服用好幾個路盒 每一個路盒就是完成一個 指標系的目的地 比如說這個製作完之後呢 你主動區就行下來 因為絕園應該說 我們是要做絕園區 那絕園區一行的 就等於是把你的主動區 露出來 就要蓋上之前要先整體 就整體就整體 整體完了 好 那後來還介紹一些 有辦法改善鳥嘴的做法 改善鳥嘴的做法 還有有一些做法 各位可以去看 那目前這個有在做Locos製程步驟 大概就只有 呃 台灣半導體中心吧 以前的NDL 他們的標準製程 他們的6吋跟8吋的標準製程 還是用Locos 那他們用的曝光機還是i-Line i-Line 就是最小可以曝到.3 所以他們用的是Locos的製程 好 Locos介紹完之後 現在走到最新的 0.25之後呢 就從Locos降到STI 就走到STI 那STI就可以 為什麼呢 Locos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鳥嘴 你鳥嘴之稱再怎麼改善呢 過度或哪有 它第一個缺點是鳥嘴 然後就等於是讓你的主動去變得比較小一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它會產生很大的高低差 在晶圓表面會產生很大的高低落差 高低差會比較變得大 比較不平態 所以呢就開始使用STI 開始使用STI 你會看到Locos是當縮小到.5 接到.5都還在用了 接著 接著開始就要使用STI 所以我們接著來介紹STI STI的製程步驟 一樣還是需要靠耐船 而耐船之前 為了要減緩硬力 趁電氧化層再出現 所以清洗完之後 成長側電氧化層 沉積Locos 然後呢 在isolation的地方 STI的光照拿來 可以低到濃光 所以低到濃光是拿來做isolation用的 所以低到濃光isolation 過完工之後呢 把Nitron給10顆掉 10顆完Nitron之後呢 一樣繼續10顆R 繼續10顆Slick 乾式10顆 乾式10顆 10顆蛋化系 10顆二氧化系 10顆Slick 用的Recipe 不太一樣 各位回去可以看到 前面的10顆章節 乾式10顆 用的不同 而且這也是單晶系 在單晶系的10顆 前面用的之前 在10顆上介紹什麼 應該是秀 對不對 應該是用秀 那多晶系雜質的10顆 那時候用的就是綠 那這也是用的是秀 HPR的氣體 來做乾式10顆 整個支撐整個 都是要把前面 所交到各位的 每一段Module 要開始拿來做 所以做10顆的人 他也要看 你這次10顆什麼材料 他要選擇 不同的Raison 不同的步驟 不同的地方 好像他都在做10顆的人 他就會開始選用 不同的支撐技術 所以 都是乾10顆一路 乾10顆下去 一路的飛等向近10顆 把凹槽挖出來之後 就可以把光柱去除 光柱去除 然後呢 接著呢 挖下去的凹槽 一樣 要減絕圓層 可是要減絕圓層 之前呢 一樣 把你的Isolation Input 打一打 所以會先打 Isolation Input Isolation Input 打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 乘機這個長氧化成 因為圓件的圓件 只要Isolate 就是用長氧化成 要用的是 乘機的氧化成 那之前講過 要填這個洞 圓件越做越小 Isolation Input 會選越來越窄 填洞能力要越來越高 所以填洞能力要好 就開始選用什麼呢 就開始選用所謂 要不然就是Tills 表面嵌一律好的材料 要不然就是用什麼呢 HGPCBD 來做填充好的技術 所以CPD填進去之後 就要小心有孔洞的發生 孔洞這個如果 這個洞很大呢 就很討厭 那用一般的PCB就可以了 那如果很窄的話呢 那你就可能 就可以用Silent Assign 你可能原材料 就要從Silent加OF 改成什麼呢 改成Tills 或者是再改成用HGPCBD 那這個洞填完之後呢 這個洞填完之後呢 他又上光族想幹嘛 洞填完之後還上光族 他想看 他不需要光族嗎 他不需要光族嗎 他多子一舉 不用理他 這個地方可能不需要光族 真的是 你吧 不懂事 來 絕運填填進去之後呢 基本上把它洞填滿了 但是填完之後 表面也高高低低了嘛 表面也高高低低 這時候就會使用化學氣液磨 把它磨平 磨平 磨到哪裡呢 磨到Nitride 磨到Nitride的時候 被Nitride擋住 所以就把整個磨平了 用CNP的方式磨平 所以使用SEI開始使用到CNP的方式 所以磨平之後就變這樣 磨平了 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記得就要把氮化氣給撥除 一樣熱磷酸 熱磷酸氮化氣就 撥除掉了 撥除掉之後 為什麼又要再上光族 怎麼那麼愛上光族 這不需要上光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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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看嗎 回時刻 唉這地方其實沒有一樣 好 這邊客人他上光族其實為了什麼呢 光族塗布 因為光族是懸圖的 他是懸圖上去的 所以最上面的表面會是平的 會是平的 塗布完之後呢 他開始回時刻 因為你的表面是一個平衡表面 那接著你的回時刻 你就必須要用一個 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所謂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它是光族跟思覺的速度是一樣的 這樣才有辦法讓整個體面 因為光族塗完之後是一個平衡表面 而我選擇的時刻是無差別的 時刻光族刻 極化整的話 我才可以等速度 以及時刻一直時刻 把整個表面都時刻平坦的下來 然後時刻表面的平坦 基本當然不敢時刻到這裡 他你多把表面弄得 再平坦一點之後 就夠了 就可以再把光族給 給洗掉 他其實只是為了要怎樣呢 把這個凸出來的高度呢 縮小一點 他只是為了做這件事啊 但是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 對於我們台灣人這麼努力 這麼多人賣乾賣血的 你只要把淡化系薄一點 因為這裡的高度 最後磨下來被它被擋住嘛 所以這裡的高度頂多 就跟淡化系的厚度差不多嘛 所以你只要淡化系越薄 這個凸出來的厚度也會比較少 那淡化系的厚度是用來幹嘛呢 阻擋CMP的 所以你只要群測群力 把CMP的人叫來 好好的磨 說 你不能磨太多 我只讓你磨 幾個Nanomit的淡化系 你不要給我磨破喔 他只要一說OK 我馬上就說 我馬上就可以跟國務的人講 CMP買單了 你這裡再平坦高度就可以了 那我這個呢 我這個CMP完之後 我這個 凸出來的高度就 就變成很耐 就OK了 誰要做這件事情 製程整合的人要幹這件事情 管這個loop的人要去協調這件事情 因為整個loop的任務 製程整合也不是一個人 什麼不到尾喔 不同的單位它們佈不同的loop 每一個loop是一個單位的人在佈的 那甚至人手少也就是一個人佈 一個製程整合的工程師他要佈一個loop 每一個工程師要佈一個loop 從STI loop 到Gate Step loop 到Content loop 到後段loop 到後段loop 分好幾個loop 群色群力 一組小隊大約四到五個人 而loop大概又分四個loop到五個loop 所以人人分一個loop 一般一個自身整合的工程師 至少要佈一個loop 至少要佈一個loop 所以從金圓買來到STI loop 做完 一個自身整合的工程師要完全負責 而如果今天掌管開爛 這突出來抬頭 他就想辦法把這個壓碼 而壓碼就需要誰的配碼 按剛剛技能補頭來講 我可能需要CMP的幫忙 我可能需要心病的人幫忙 就如此類 你就知道現在智能整個要幹嘛 夠難怪 要粗粗的去打電話 還要希望人家可以摔你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活成這樣 但實際上不會這樣 實際上一定會突出來 不會那麼凹下去 寧可突出來也不要凹下去 因為凹下去萬一沒有愛吃的 就超賽 好 看一下 記得 應該可以承認到一些照片 對 對 相關 這台電腦阿姨有問題是嗎 這樣過 好 這樣我就沒有辦法直接 好吧 那你這個看可不可以 可以想直接找幾點給你看 實際上的STI 都是會突平坦表面 再高一點 他不會凹陷下去 凹陷下去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所以 這樣子就完成了 Axolation Loop 其實到這裡 只要把NITO剝掉 Axolation就完成了 那至於這個高度 是否要再更薄一點 他用的方法是 懸浮一個材料 然後呢 然後呢 沒有選擇給你把它吃飽 使用這種做法 他去拜託的人是誰 如果要這種做法 如果是在這種做法 想辦法把它讓正高度調價 他只要拜託鞋屁的人 但如果是用這種做法的話 他要拜託的人是誰 他要拜託的人就是 10顆的人 而且是Dry Edge的人 還有黃光的人 所謂 但是怎樣呢 H的人要找到 旋渡的材料 跟你Axolation的材料 10顆率要一樣 這樣才可以一起 往下抵擔的時刻下 那你就要拜託什麼呢 拜託10顆的人 有沒有什麼Racer品 是可以吃Axol 另外這個材料 可以靠旋渡的方式塗上去 那前面我們在新一章節介紹過 還有一種旋渡法叫做Sog Spin on Gas 它也是可以讓 Axolation 用旋渡的方式旋渡上去的 也可以 所以也可以用什麼呢 不是用光組的方式也可以 可以用什麼Sog 當然光組也可以 那如果是光組呢 大家要知道 不同的曝光機械 不同的曝光程式 都印到的光組型號都一樣 光組是常見裝聚合物沒有錯 但是裡面的成分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裡面還有感光劑嘛 還有樹脂 聚合物之類的 所以不同的光組 我同樣的10顆手法 10顆率不見得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種 回10顆的做法 不是用10顆的做法去 把它弄得更平坦的話 你就要打電話去拜託 10顆的人幫你做 所以你會選擇哪一種 那 選擇一 關係比較好的 你跟CNP關係好 還是跟10顆關係比較好 選擇二 叫老闆出來看 其實最後都是選擇三 哪個最有效 哪個最省錢 因為最後是值分考量 成分考量 好 所以 點35製程 就是LOCALS跟STI的分界線 點35 以前是用LOCALS 點35之後 有點25之後呢 就是STI 好 因為尺寸越小 我們就希望表面越平坦越好 因為表面越平坦 你在曝光的時候 RESOLUTION才可以好 因為前面講過嘛 RESOLUTION要好 你的景深就不會很大 你的景深就會很長 那景深展也要神像清楚 你的光組厚度就要很多 可是如果你的晶圓表面高低落差大 那你的光組的厚度就會有局部很厚 局部很薄 那對曝光時候的解析度就會不好 所以高解析度的曝光都希望有平坦的表面 需要有平坦的表面 LOCALS就會被淘汰 所以LOCALS後來就是敗在它的表面太不平坦 太不平坦 所以才會被STI所取代掉 然後客人來多做一些其他的小補充 我們可以再看一看 那Fresh Memory有Fresh Memory要出 Fresh Memory要出更多了 我現在是密碼 好 STI Loop完成之後 要用Isolation Loop完成之後 第二步驟 下一步就開始要進入到景區的形成 也就是開始要打一連串的離子物質 最早的第一道光光是為了Isolation用 而第一道Inflation 如果要打Inflation的話 你最早的Inflation是為了Isolation 但是Isolation結束之後 接著要開始形成會有區域 景區 那景區就是要將整個晶圓表面局部的區域 全部把它重新掺雜化 也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態度 比如說P型Modafate 你要形成有一區 全部都是N型半導體的區域 你就要靠離子物質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買了一個P型Modafate 可是我在P型Modafate上面 要做P型半導體上面 做PModafate的話 我就需要買一個景區 那打這個景區呢 就需要有一個高能量離子物質 因為這個景區要能夠Cover整個電晶體 整個電晶體的出口深度 都要趴得到 所以就需要打一個Wail Inflation 打完Wail Inflation之後呢 要熱退火 熱退火的過程中 除了活化它 它也會擴散 它也會擴散形成景區 變成這樣子 所以呢 好我們會休息一下之後 來講景區的製造流程